结婚离婚都不需要拿户口本了 而且也打破地狱的限制 一对男女只要带上身份证就可以去结婚了 离婚也不需要户口本了 各位大家是怎么看这事的 就是为什么民政部这一次会推出这样的一个意见稿 让大家去征求大家的意见 其实我觉得从稳定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是鼓励大家要去结婚的 因为大家知道如果这个社会都是个单身社会 它会存在非常非常多的不稳定因素 所以这个社会的最小单位 如果是个人和最小单位是家庭 这个社会的管理难度是完全不一样 那第二个维度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谈恋爱 甚至谈了恋爱也不愿意去走进婚姻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按照经济学的角度 就是我们说成本问题 今年一段婚姻是需要成本的 但是婚姻带来的收益和它的投入产出比来看的话 就是大家会发现就是婚姻未必可以给你带来生活上更多的收益 我们结婚是想找一个人为我们遮风挡雨 后来发现风雨都是这个人带来的 对吧 而且随着女性的成长 随着女性的独立 随着女性的收入变得越来越多 女性对婚姻的要求开始变高 那男性实际上择偶的标准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个时代 所以男性择偶主要是考虑女性的生育价值 但是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 女性的就业比例越来越高 女性有了自己赚钱的能力 她对婚姻就不是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她希望在婚姻当中得到更多的成长 得到更多的精神滋养 得到平等的对待 甚至呢就是女性对婚姻的要求变得更高了 所以就导致了这几年的离婚率变高了 我看过一个数据啊 中国的离婚率 你们猜一下是男生提离婚的多还是女生提离婚的多 特别是在北上广深 大概率是这个女生提的多 就是今年的本科录取率 女生是高于男生 就是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变高了 女性独立了 女性的经济变得更强了 女性对婚姻的要求变高了 所以就造成了男女在经营婚姻上的一种难度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婚姻登记 不需要户口本这个事情 要向所有的朋友们征集 其实也想看看大家的意义 实际上也是想推动年轻人去走进婚姻 去提高现在的结婚比例 是我们说站在社会这个角度 对不对 好 但是我们反过来说 直接的影响了什么呢 就是降低父母在婚姻当中的干涉权 所以我们就引出了一个话题 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 会不会是一门好的婚姻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就是父母祝福的婚姻 也不一定就是好婚姻 但是父母不祝福的婚姻 经营起来会更加的困难 因为你们俩在经营的时候 你们要解决经济问题 你们要解决精神成长同频的问题 你们要解决抗生活当中 不确定风雨的问题 你们还要去共同抚育孩子 接着你们还要去对抗反对的父母 所以本来一段婚姻经营起来就非常的难 再加上父母反对 父母不支持 你们的婚姻会更难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经营婚姻 本身就需要智慧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登记婚姻这个事情 离婚也好 结婚也好 要不要户口本 这个不是关键问题 就是说不要户口本 是让大家结婚的成本更低 被干涉更少 更容易走进婚姻 但是其实本质上解决不了说 大家现在想结婚的一个主要的意愿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成本太大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们公司的货客的小伙伴 他们现在都是婚恋年龄 对不对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结婚呢 你每天996711 回到家之后八九点钟 对吧 那你是单身 你管你自己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结婚了呢 你结婚了你有可能什么 你要去管公婆 你要去管老公 甚至呢你还去管孩子 是不是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啊 其实站在一个职业女性的视角 我想提几点 就是社会能不能够 在对待女性结婚这件事情上 它会有更多的公平的一些权利 比如说我们在面试一个人的时候 如果这个女孩子28岁 然后一个男孩子也是28岁 这个女孩子和男孩子的学历差不多 经历差不多 同样的优秀 你们猜 应用容单位会选择男性还是女性 大多数会选择男性 因为他会考虑28岁的这个女孩子 他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去结婚 去生孩子 然后就会花很多的精力 去到家庭上 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站在女性的角度 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去呼吁 就是经营家庭 不是女性主要的责任 应该是夫妻共同的责任 对吧 夫妻应该共同的去分担家务 去经营家庭 这个社会认知是要发生改变的 对吧 我觉得很简单的例子 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 有一个记者采访张全霖老师 说你现在事业那么成功 你是怎么经营家庭的 当时他就觉得这个问题 问的非常的冒犯 就是一个男性成功了 没有人去问他你怎么经营家庭 因为男性成功了就成功了 事业成功了 他就对了 经营家庭的事情 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 但是一个女性获得了财富 获得了事业的成功 就会有人问你说 你事业那么成功 你是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的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 女性一个人的责任 女性的责任 所以女性你的事业再成功 你的收入再高 你再有钱 只要你的家庭经营不好 社会评价都是两极分化 所以我们首先在社会认知上 我们要做一个改变 就是经营家庭 它不是女性的责任 而是夫妻双方的责任 而且家务也不是女性在做 而是男性和女性 共同要去分担家庭生活 还会让更多的女性 愿意去走进婚姻 不然女性在想 钱我能赚 工作我有 我赚的钱不比你少 而且我赚的钱 可能还比你多 但是我回到家里面 我还要承担 很多的家务 还要承担 生育孩子 养育孩子的责任 女性会去衡量这个成本 而且一旦女性 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 再回归职场 她的工资会减少 她的职位 可能不能做一个 很高的职位 民政部这一次 去发这个消息 征求大家的意见 其实释放一个信号 结婚比例越来越低 离婚比例越来越高 所以社会 国家是鼓励年轻人 谈恋爱结婚的 但是结不结婚 这个事 轮到每个人个体身上 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选择 对吧 所以有一句很土的话 没有该结婚的年龄 只有该结婚的人 还是那些话 对不对 所以同学们 所以关于婚姻登记 需不需要户口本 这件事情 我们聊到这里 好不好 忍者见忍 好不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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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